各位好 今天3月15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这几天热点新闻还是挺有挺多的 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的专长 您比如说像昨天刚发生的 美国跟俄罗斯那飞机撞上了 两边各说各话 这飞机那型号除了那苏27 好像是苏27 美国那无人机 我根本都不知道那型号是干嘛的 对吧 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 至于它撞上不撞上 我相信美国撞机的经验也比较丰富 对吧 跟南海当年还撞过一次 到底是谁是危险动作 咱们就都能理解 都能理解 所以至于怎么发展 由他们来决定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不会因为撞了架无人机 两边就擦枪走火 然后直接B-52 就直接飞到莫斯科上空 扔下一颗核弹 大家就开启人类毁灭模式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大的 直接的这种军事冲突 直接到这程度上 可能性还是真的不大 还是一种代理人战争的模式 还是会跟乌克兰 然后好俄罗斯 把俄罗斯最后给耗死 当然这世界 这是对全世界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可能只是对咱胜上的好处不大而已 不大而已 其他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什么两会结束 诸如此类的 这些东西怎么说 没什么太大意思 就是瞎聊两天 聊两句天就完了 就不聊这个了 所以这两天 等于是进入了一个 对我来讲 是一个新闻的一个空窗期 最近空窗 空窗很久 但是就是说 还是愿意跟大家瞎聊聊天 今天咱聊一个不算新闻的新闻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应该说发酵挺早的 大概几个月前就一直在发酵 最近又开始喧嚣传上了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什么 就是有人有家长说 说停车做爱风铃碗这种诗太污了 他一定说你做爱吗 你这太过分了吧 就建议把这首诗移出教材 与此同时 又不光是这个事情 还有包括像什么上海老阿姨 我不知道各位看着没 就是画的 还是画的 然后老阿姨那旗袍开叉 应该在很多人可能看来 旗袍开叉应该开到脚踝那个位置 但是没想到旗袍开叉开大了 开到大腿那块去了 这一看就不行 这哪行 这打色情擦拼球 对吧 我也不知道 看着一个 看着 当然了 我们必须得说色情的动漫画 是一大分类 但是就那玩意 您都能看出意识形态不对 或者是有色情引诱的这种嫌疑 那就只能是让我想起鲁迅先生 曾经说过这话 看到哪儿哪儿 就到哪儿哪儿 再看 然后再想到哪儿哪儿 最后想到如何如何 就那段著名的话 各位可以自己去查去 我还真背不下鲁迅先生这段这么牛逼的话 大概也只能是如此了 怎么说呢 说到古诗词这件事情 我当年在论坛上混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还是胡扯的家伙 虽然人不怎么样 但是是有点小聪明的人 然后就说过说这个 说你如果要从古诗词里找这个麻烦 那就是几乎是没首诗词 我都能给你翻译出色情下流的意思来 对吧 或者隐身意在里边 其实后 其实当时我一说 我当时也跟他说 我说您都甭翻译 您直接看就能有了 咱都不讨论白星简大人的天地阴阳 交欢大岳父 咱就看咱那个态度高皇帝 天生一个仙人洞 这个无限风光再显风 这明显是银词 银诗啊 这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什么 撒爽英姿无耻枪 这你看就这个 全你可以都给他隐身成那个银诗 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往下 就是你给他隐身往下走啊 那走到下半身是分分钟的事 您比如说吧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叫什么 黄庭坚的那首 这我一直特喜欢举这例子 就是这个黄花白发香千万 赋予时人冷眼看 这个黄花 大家都知道黄花归女吗 对吧 黄花白发香千万 这个你看明显老牛吃嫩草 这个 这没什么可说的 他自己都承认了 赋予时人冷眼看 就是人家说老牛吃嫩草 是一个特正常的事情 老子就这么着了 你弄这么着 对吧 你看 这油腻 油腻难 老年油腻难 这没错了吧 当然了 这个诗呢 人家别人也解释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人家 说脑袋上插个菊花 就是做实事装 你不能说人什么 人家不在乎你说什么 不在乎人的眼光 但是你要想往这 去琢磨呀 那就什么都有了 比如说我在咱就甭说白日衣山晋这种东西了 对吧 黄河入海流 这两句你腰下隐身 您自己琢磨 您自己琢磨 有没有这个吟试的感觉 对不对 无法直试了吧 对吧 其实还有好多这种玩意儿 就是比如说吧 蓝田日暖 玉生烟 什么 还有什么 日照香炉 生子烟 然后其实这个梗啊 这个都在那个网络小说里都有 网络小说呢 有一位大神级的人物吧 写过一个小说啊 就是写的道教的 其中一个就是很不起眼的角色 那那位呢 叫赵香炉 日照香炉生子烟 那个门派的那个是女性门派 然后呢 他那掌文呢 叫赵香炉 这个其实他用的就是这个梗 当时我看到看到这的时候 我当时就哈哈一笑 我说嘿 这兄弟真是挺牛逼的啊 这居然能用这个 如果你愿意去查那个小说 还是其实写的还是蛮好玩的 一个什么 好像是写道门法则那哥们写的吧 还行 还行 挺有意思的 那其实还有好多呢 我这随便给您从唐诗三白手里 随便摘吧 蜈蚣花草埋幽静 近代一观成古秋 蜈蚣花草埋幽静 这个您能想到什么呢 对吧 在蓝天日暖 咱就不说了吗 比如说吧 就是地下若逢陈后煮 起一重温后庭花 您听说这个有没有点感觉 对这个是不是可以跟那个 跟那个最近很有名的那个梗 就是生活西化 有力取同工之妙 都是LGBT 就算了 我也就永远想不出那个 到底是那几个字母来 就是说有没有点这感觉 那只要是你这么琢磨 几乎是确实可以 不能说所有的古诗词吧 但是你大量的古诗词都可以 这么隐身 除何日当午 对吧 除何日当午 这个日呢 就变从名词变动词了 这你还得找那个除何和那个当午 到底是谁 那你要这么说 这就没完了 可是呢 像这种事情吧 这个也不是今天 就是所有的这些 就是谐音梗扣钱 或者这种隐身意扣钱的这种事啊 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都有 而且不是中国文化 那个老外也这样 全都是 就是他呢 在年轻的时候啊 把这些教材里的东西 给他变换一下这个读音呢 那个弄一点什么 什么隐身意啊 对吧 这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你要小时候年轻 也就是小时候啊 经常这么干 那这些东西呢 这倒不一定啊 是全是说对性有什么问题 他因为小的是年轻的时候呢 刚开始这荷尔蒙 他萌动啊 确实容易呢 把这些所谓的东西往一个更沟里去引 因为他学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能力去真正意义上的欣赏他的美 可是呢 如果你不学呢 那一辈子你也欣赏不了 这个是啊 比如说原来我们在我上初二的时候吧 我们那班长其实是一挺漂亮的小姑娘 但是那鼻子呢 稍微的坚挺了一点 有一点点小勾 就是我们主管的叫鹦鹉嘛 对吧 这个就是一到念那个什么 晴川丽丽 汉阳树 芳草七夕鹦鹉洲 就把这种鹰放鹦鹉上 那个小班长呢 就觉得说 老真对他 其实是瞎扯 就是觉得好玩而已 这些东西都是如此 但是呢 你能把这些孩子给保护在一什么样的范畴之内呢 对吧 你把这 你把所有的什么性暗示 对 还有什么鸭子座 女孩子那个有一个那种 就是向外撇腿那种坐姿啊 据说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性暗示的做法 对吧 那我也不太知道 这到底怎么性暗示了 可能女上位 你也不太知道 我这人很纯洁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 这当然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那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你把孩子呢 那保护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你是要给他做一个 整个的全全身性的隔绝 还有所有的这些生 不管从生理心理上 然后隔绝 然后呢 一直让他懵懂到那个上完大学 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你突然就得夸击 把这所有的防护一给他一扒开 说小子现在开你了 去那个找女朋友去 妈撒月不找女朋友 我这个就断你粮食 不给你学费 你这不是神经病吗 这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虽然你说这种性的冲动 性懵懂 跟那个 跟那个你去 你去正常的去 慕少爱 这个东西不太一样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种 叫什么呢 有一定的联系 对吧 但是你看发现呢 这两年啊 一直我在强调 就这两年呢 中国社会呢 是一种啊 从下至上的日趋保守的社会 这个特别奇怪啊 因为一般来说呀 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都是从那个 由上至下的要求保守 在中国的前 就是在共产党建政之后的前多少年里 一直以来也是从上到下 然后教育大家 来进行这种保守主义教育 这个这方面的性贸的保守主义教育 那当然下边乱套 那是归下边的事情 那但是呢 上边呢 他是要这么要求的 可是这几年呢 是由下边 就是可能是最终形成了一个 形成一个闭环 就是从上面呢 要求这种道德的这种高度 然后呢 到下面以后呢 他们自然而然呢 按照这东西呢 真正的 在从嘴上要求自己了 为什么我说从嘴上要求自己呢 就您 但凡您是个 您懂点人事就能明白啊 那这些东西的隐身意 到底是谁给隐身的 这基本上而言 好多的东西都得是 大人给隐身出来的 人你 您自己去琢磨 对吧 真正坏的还是大人 跟孩子不太搭接 对吧 这是一个道理 然后呢 它形成这种 上面要求 大家要节身自好 要身体力行 要有富得 女得班 现在就有说嘛 男的 还有男得班呢 干什么说什么 手印也不好啊 然后这些东西 男孩子也需要保护自己啊 这些东西 反正就 反正就这么多 这么说嘛 就是好的东西 从下边就开始 自发的滋生起来了 原本呢 是没有 如果说呢 上层阶层 他不要求这个东西的话 下层 下边的阶层 他是不太 不太会 自我要求的 但是 如果下边这个阶层 具备了这样的土壤的话 那他肯定会 上面撒下来的种子 甭管是什么样的种子 他总会发芽的 这就是他的 这现在这些 很多的事情 这个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甚至于 我估计上 就是那些 要求大家啊 能够 你比如说像张高丽老师 对吧 张高丽老师 要求大家 能够这个 洁身自好 这种事情 那他依然 那他 下边是不会当回事的 他只有有这个土壤之后 那下 上边像张高丽老师这样的 他呢 去要求大家 那个 这个身体力行 这个 更为 纯洁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吧 那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状态 那这种状态出现呢 其实啊 是我个人觉得 是有一定的社会根基的 因为实际上而言呢 就是在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成型的文化里头 都有一个呀 叫什么呢 性压抑的过程 这个不光是现在是这样的 原来也是这样的 包括像西方 那他们当年的这个 性压抑的那个时间呢 也很长 但是呢 只不过就是后来 他整个的发现人嘛 文艺复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发现人本身 那出来的这些 就接续了这个古罗马 古希腊的这个传统 然后呢 让这些人本身被发现了 从 开始从人体开始 人体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 开始 整个开始人体艺术 然后开始创作这些东西 可以复兴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册子 印刷术的 印刷术的那个出现 就是现代印刷术的出现 然后呢 使这些小册子们 能够大行其道 其中就包括 很多这种 所谓的色情的东西 这个其实对于 突破当时的 这个壁垒 就是思想的壁垒 也是非常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像 好像萨德侯爵吧 好像他也 他也算是 其中一员战将 那其实呢 在近代呢 也近现代 也有这种状态 比如说 像那个花花公子的老大 还有阁楼那个老大 对吧 那个我们可以去看一本书 叫做姓舒大亨 那个片子 其实拍的相当好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去看一些 这些东西 看当时 在即使在我们始终认为 比较开放的美国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要如何 通过它的这个努力 甚至于像 很多人渣的努力 然后破除掉了 当时社会这样的 种种禁忌 而且不光是 破除这些禁忌 破除在性方面的禁忌 它等于是破除了很多 原本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禁忌 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种 平权运动 视作这种性解放的 这个风潮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个它是同时在进行突破的 不可能说你突破了一点 然后其他地方不突破 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思潮的变化的过程 那像中国的这样 从开放的 从比较开放 然后建区保守的这种走法 有没有也有 像伊朗 对吧 我们也知道这个像伊朗 甚至于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阿富汗也搁在里面 美军的一旦撤退之后 一下塔利班回朝 我们的新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的比较新的老朋友 塔利班同学回朝之后 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这种 社会的经济文化走向的 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倒退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这是可以能够说 我们是可以说 所有的东西往前进 但是总会有这样的地方 或者这样的文化 它往回走的 中国目前来讲 也是属于像这样的一个 过程当中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 往回回朝的过程当中 这跟咱圣上开倒车 是有一个相关性的 主要原因 其中第一点 我还是觉得 因为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党对于道德方面 是要求非常高的 但他对自己的道德的要求 就比较低 对大家的道德 是要求非常高的 但是他也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形象 这本身得位不正 对吧 你又不选举 您想想看我们最简单的两种模式 能够进行统治 一种是你的血缘 血统 对吧 你皇帝 你血统 你这么多年了 你这么多年 操大家了 大家被操习惯了 得 您就得一直在这待着 这个是一个东西 大家认可了 然后另外一种是要选举 中国这边没有什么选举可言 他怎么能把自己的形象给树立起来 大家都认可他 对吧 你肯定是道德是其中之一 那就是说要求大家都调德 除了他自己之外 对吧 你比如张高丽老师 其实别张高丽了 你这帮人里有一个算一个 你拎出来没一个好鸟 就我所知 没一个好鸟 要不然他就实在是没这能力 只要但凡有这能力 那没这能力 说不定能搞俩对时过来 差不多是这样 这是一个从我党 这个道德水准上的 对大家的要求 这是肯定的事情 第二个是 我们一直的文化 确实也是有这种性压抑的一个过程 因为农耕文化 它有这方面的道德水准的要求 对于社会的稳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如果你就是说比较乱一点的话 或者是更开放 那需要整个的社会 是一个重商社会 并且是走到一个现代化的边缘上 才能够开始的 原本的这些社会 它很难做到这种事情 那你像原来的 像这个包括 甚至于古罗巴古希腊这边 它的社会看起来 是比较开放一些的这些东西 依然是因为 它整体的是一个重商型的社会 它虽然是说有一些 这个还是农耕为主 但是它实际上跟周围的这种交往 还是不太一样 文化上有差异的 这是一种 那还有一个就是经济 我一直强调说 经济的数字 确实限制 确实跟女生的裙子长短 以及男生的 男生的这种性邀约 是相关的 很多人在一直在批评 我说你举错例子了 说应该是经济越差 女生裙子越短 不是的 您可以去看一眼 是经济越差的时候 女性的裙子越长 这是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研究的 您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的东西 因为经济差的时候 对于性子冲动的压抑就比较大 而且是不愿意去往下去 怎么说呢 延展自己的后代 因为养不起 对吧 因为养不起 尤其是在城市 城市这个阶层 当然农村 你可能还会好一些 多生俩孩子 可能多活一个 那是农村 但是在城市当中 经济上的压力会带来 整体的生育的下降 这也是说裙子越来越长的原因 所以现在经济上 你可以从这方面 也可以看到 社会的建区保守 就是说或者是说 从稍微有一些开放 往回潮这一块走 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经济上出问题了 对吧 这个都不用去看经济学的著作 我们可以把这个 它有一定的相 不是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它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种联系 就是如此了 所以这些这段时间 就是我把这种情况 就是说中国其实是一个 叫什么 放荡的清教国家 就是从文化上讲 它是一个非常放荡的清教国家 就是所有的大家 从政治文化上讲 都是如此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从经济上冲不破这种循环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可能这种回潮还要有一段时间 才能够完全的说 要不然就是彻底回到大家 什么都不能干的那种程度 当然是嘴上这么说 是嘴上这么说 那要不然就是等咱或者是 老天爷雷劈李强的时候 劈歪了 劈到那个圣上脑袋上 对吧 那有可能中国还能重新回到 一个更开放 更能够宽容的环境里 当然了这个这么多年 既没有新闻法 也没有这种分级制度 能不能真的走过 走过这一关 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我相信 如果说有生之年吧 我还是能够看到 这个中国终究 往在这方面往前走一步的 这个呢 是我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 一点小小的乐观主义吧 也就是如此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扯几句